南道市有一位酒店吃口 可以在咖啡店面来卫会的菜股 若是可以在咖啡店头 为做各种不一样的办法政府 又可以在冰淇淋店头 做出各种枸杞的办法 而且只要人家想到的东西 他都有办法来卫会你 还有大人和小孩都非常感应 是常常不敢说 用这酒店的咖啡还是冰淇淋来吃下去 想要喝什么小孩的咖啡 只要你想得到 他都有办法帮你完成 先从咕咕泡泡泡泡后 到他煮好的咖啡当中 等到够好时间 开始在泡泡店头卫兜 冠岚教授来面的安西教练 小丸子的阿公 他这是刚来的梦来面 大上的爸爸 他都会在泡店头 为他一模一样 让他把来面的饮物 为你喝咖啡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而且他真的画得很像 就看到这样子 有拉花的咖啡 看起来会蛮感动的 然后喝起来会比较心慌生的一点 会先看一下 蛤 对 然后再慢慢品尝 来喝咖啡的民众 常常因为小孩太过得可爱 只用眼睛看不敢喝 另外点到冰淇淋的客戚 也没好够到尾气 因为上头的冰淇淋 同样也有小孩的母亲 看起来很可爱 因为他做的冰淇淋 外面就是只是一球一球的 然后他是做有人物的 这边就是特殊的拉花 也没有加价 那就是如果 客人来 然后我们还忙得过来 就通常都会打一颗 可能都会帮他画一下 这样子 这种拉花的技术 是创成事 经过了很多变的失败 再渐渐得到的本领 除了希望可以成功去阴南客以外 也希望给大家 看到少年人在感受上的用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